作为目前最受欢迎的一部新戏,西红柿首付自从上映第一天开始,这部戏的票房就在持续提升当中,现在的实时票房已经达到13.12亿。 其实在这部戏上映之前,最终票房也是可以预估到的,作为这部戏的男主角,沈腾已经成为喜剧电影的票房担当,当然这部戏获得如此高的票房,也是说明观众们对于喜剧题材的电影依旧是非常的喜爱,当然还有是对沈腾的喜爱。 作为演艺圈中最默契的一对搭档,玛丽曾和沈腾给观众们带来很多优秀的作品,他们给观众们带来太多的开心,那么和很多的朋友一样。 玛丽第一次见到沈腾也是非常的难忘,沈腾一直都是开心麻花的主要演员,而玛丽却是在后来加入进来的新成员。 所以在玛丽加入开心麻花团队的时候,沈腾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,当时开心麻花有一名演员请假,所以到演请玛丽过来饰演一个配角。 在得到开心麻花的邀请之后,玛丽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激动。 在一次采访中,玛丽曾表示为了沈腾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,自己当时还特意打扮了一番,让自己更淑女一些。